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10月6日 去让全世界燃烧起来吧 您认识从国外来的传教士 或是读过、听过这些人士的报道吗? 他们无论从事、扶船、教学、服务于各种社会福利机构 或是早年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 建立被称为穷人银行的储蓄互助社等等 帮助许多身心需要协助的人度过艰难的日子 他们的宣讲和付出像冬季的暖流、温暖并安慰许多人 燃起生命的希望 四部福音的结束与各不相同 共同的讯息是 耶稣派遣门徒们去宣讲并活出生命的好消息 所以跟随耶稣就是持续这个使命 基督徒也要抱着相同的精神 就是 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 我是多么怯望它已经燃烧起来 信有在领受坚政圣事后 在信仰上已经是成人 圣爱之神启发人的才智和热忱 让得到的救赎和爱就像火一样在心中燃烧 领受恩宠的人要把这个丰富的生命传给别人 在信仰生活中常听到 要把天主带给别人 事实上 我们没有那么伟大 可以把天主带给人 比较合适的说法是 气象万千的圣神 在万事万物中 我们要做的 只是把自己被点燃的心火传给别人 让他能够看见 发现 并且让圣神去造就他的生命 今天的治愈是一句命令句 提醒我们曾经领受的恩宠 在面对世界 教会及生活周遭的状况时 会让内在的心火燃烧起来 具体地为福音做见证 多年来我们听过无数次教友的时代 现在能够具体地落实 教宗方济各给教友具体的建议 要摆脱各种懒散 冷淡 莫不关心 和自我封闭的态度 以领受天主的爱火 当我们会朝拜天主 并且服务尽人时 福音便展现出他的救恩之火 继而让全世界燃烧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